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普陀山 佛教协会会长道慈大和尚等人 日前前往佛光山的南天寺参访 佛光山奥牛总主持满壳法师 南天大学校长庙游法师 绝访法师等在南天大学迎接到访 欢喜交流 南天大学是第一所由澳洲政府认证 具有佛教背景的高等教育学府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普陀山佛教协会会长道慈大和尚等 一行七个人前往佛光山南天寺参访 绝访法师导览人间佛教在澳洲展馆 介绍南天寺和南天大学在澳洲的源起 发展以及目前所积极开展的红法事迹 佛光山奥牛总主持满壳法师 引领参访团前往大杯殿上香 大雄宝殿上灯 道慈大和尚也在过程中分享葡萄山 相互交流 同时捐赠南天寺以及南天大学 唐代的杨之观音化 满壳法师则回赠全体的贵宾 幸运大师著作献给旅行者365日一书 双方欢喜交流 研究卫视澳洲雪梨综合报道